各位同學,大家好。 我很感謝鎮會大學持續教學院, 尤其是李林玉博士邀請我來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過去這麼多年的心路歷程。 其實當年我入行的時候, 都和你們一樣是這麼年輕的。 你看到我們又教同路人,又教的第一步。 其實我都是很年輕,十多歲, 我就已經進入這個行業。 你看到第一頁, 有一個心形的大手, 抱著一個小手。 而另外,就有一雙手,抱著一棵幼苗。 其實這兩個的代表了, 就是一個大手。 就是我們作為老師。 一個小手呢, 就是你要將來是要教顧的小朋友。 而另外, 一個抱著的植物, 這個幼小幼苗, 是要你們用心去培養, 去培植。 所以,我今天這個第一個power point, 我就想用了這個符號, 讓大家知道, 原來我們作為一個幼教的第一步。 其實最重要的是, 我們作為幼師, 一個教學的態度, 就正式展開了。 在我退休之前, 我一直都是用了第二個power point, 大家會看到這個power point, 好像一塊餅一樣。 那這塊餅, 如果我今次看到你們一起去, 在現場的話, 其實我就會做很多的準備。 就是說, 這塊餅, 可以分給大家了。 為什麼呢? 因為這塊餅, 就是我一直入行, 我有17歲入行。 那我是見證了40多年的幼教工作的發展。 我用了這個人、愛、情、義、真, 是來給我這一生裡面, 我在幼教的工作, 是一個非常非常之, 是很重要的使命。 在我工作以來, 以那個人字, 但是, 大家會想到, 咦? 這個人, 是不是真的人愛的人啊? 仁慈的人啊? 很多時候, 大家都很容易去理解一個字。 但是真真正正, 要體會到這個字, 然後是作為你的工作的座右銘, 其實就是不容易的。 我簡單舉例, 為什麼我將這個餅, 作為人證呢? 那我就是想一下, 我其實在入行裡面, 我做了五年的老師。 我跟著就是做政策, 做行政的工作。 省省省省省, 這幾十年很容易過去。 等我回顧我在這個工作的時候, 原來政策呢, 是很重要的。 還有你要以人去服眾的了嗎? 原來這個人字都很重要。 因為你面對的, 不是單是你的同事啦, 不是單是你的服務使用者都很重要。 尤其這一班, 你們這一班這麼年輕的同學, 你們要選擇這個工作, 作為你們的事業。 那你就會想, 究竟我適不適合做這個工作呀? 而這個餅裡面, 你最喜歡是哪一個字呀? 那你就會問一下自己。 那個答案由你們自己去告訴自己。 但是我自己都告訴我自己。 因為是人詞、人心, 是我最大的工作的態度。 尤其在政策層面裡面, 我一直以來都是做, 政策是多於做教學。 但是在那五年教學的生涯裡面, 原來這個政策也是很重要的。 因為你能夠對人友善, 你就才可以達到那個服務工作的人的心。 所以我自己就說, 如果你能夠在這個工作這五個字裡面, 你選擇一個你自己最喜歡的。 我就貪心了少許, 我就用了這五個字, 是作為我的座右名。 那對人友善有什麼好處呀? 尤其我們是選擇我們這個工作的時候, 為什麼我會說你們是那個 又教的第一步呢? 當你要選擇你這個工作的學科的時候, 究竟這個學科裡面是 合不合自己呢? 和這個學科裡面, 你的興趣有多大呢? 稍後給你們七個挑戰, 看看你們這七個挑戰, 能不能夠達到你們想, 就是喜歡這個學科。 但是, 我記得我入行的時候, 我很同意就被人說, 咦? 你進去教幼兒院呀? 或者甚至乎託兒所呀? 似乎你好像照顧兒子多些。 不覺得你是一個幼師。 當時都是有別人這樣想我。 不論是別人怎樣去說, 我自己告訴自己, 因為我喜歡小朋友。 所以你會看到我第一個標誌呢? 大心, 大小心。 這個是我們四十年來呢? 香港幼兒教人學會的會章來的。 是一個幼師呢? 是畫的。 我將它美化了, 變成粉紅色。 因為這個是代表了小朋友, 真是一張白紙來的。 配上粉紅色的衣服, 就代表我們自己了。 那所以呢, 我希望這個人證呢, 不是真的, 你這個人證物證, 是嗎? 不是。 是一個政策是可以令到你對這個工作行業的起戶。 還有你有機會去選擇你的工作的時候, 你首先要知道, 這間學校的政策如何呀? 這樣。 或者你進去裡面的時候, 別人的學校校長, 或者是八學團體要求你們什麼, 都是從政策的開始。 所以我希望呢, 對人友善呢, 是你們第一步。 尤其在教師教學態度裡面呢, 是非常之重要的。 尤其我們做行政工作呢, 更加要明辨是非, 對一些政策的熟悉, 以及對一些教師裡面, 很要明白教師他們的需要。 所以我自己覺得我用了人呢, 是以作為我自己行政工作裡面的手段。 很要的任務。 那不知道你會不會認同, 或者當你去選擇一間學校, 或者選擇某一科的時候, 我特別是對於行政的工作我有興趣。 或者特別是我對於某一個科目, 我特別有興趣。 那麼在這個篩選的時候, 會不會作出一些適當的選擇呢? 這樣。 好了, 第二個呢, 就是我覺得很重要的, 就是, 愛。 那你剛才也說了, 人, 人愛人愛, 但我用了一個關愛這件事。 關愛呢, 其實是對我們這個工作的行業, 也是很重要的。 那麼你會看到, 崇高的美德, 有一個好的習慣。 很多時候呢, 尤其我們, 我也是別人的媽媽, 很多時候我們覺得子女呢, 在這方面裏面呢, 有時候都是長不大的。 那麼好了, 當你們要選擇這個工作的時候, 去到一間學校的時候, 你作為一個老師, 別人真的當你是一個老師的了, 一個大姐姐, 或者一個大哥哥, 他會看到, 咦? 你已經是成為一個老師的時候, 你的崇高的美德就是說, 你能不能得到愛我的弟弟哥的? 那家長就會好看這件事。 所以這個第二, 我自己要明白, 這個關愛這個字呢, 其實都很寬闊的。 就是說, 你要關心你, 和工作裏面所有的人, 包括了, 老師呀, 校長呀, 主任呀, 甚至乎有一些關愛的姐姐呀。 好啦, 最大的動力呢, 就是學生啦, 就是一個小朋友。 那麼現在的家長呢, 他說, 來到的話呢, 其實是很重視, 教師怎麼對我的小朋友。 那麼所以呢, 在這個崇高的美德裏面呢, 你是怎麼愛人。 我曾經都說過, 作為一個教師呢, 其實是三心, 也都有兩意, 我一會兒可以說一下。 但其中一個關愛這件事呢, 我希望大家同學, 都想一想, 如果你和他同一個工作, 或者同一個工種, 而是你身邊有同學去支持你, 關愛你的話呢, 那這件事呢, 對你選擇這個科的情況之下, 似乎好像有同路人。 那這個是, 你問一下自己, 會不會有同學, 都和你一樣的想法呢, 這樣。 好了, 另外呢, 關愛我都是一個, 有一個叫做好習慣的。 我拋棚裡面, 我沒有帶出來, 但我覺得這個好習慣呢, 是從小去建立的。 那現在你需不需要媽媽, 再提你們, 回來, 叫人啊, 吃飯啊, 洗澡啊, 甚至乎你們現在最喜歡的, 喂, 不要再用這麼多資訊科的電腦啊, 經常對著啊, WhatsApp啊, 我曾經有一個學生, 是他今年中四, 他回來探望我, 他為什麼會回來探望我呢? 因為他要選科了, 他跟媽媽的關係很疏離, 因為經常都迫使他, 要勤力讀書, 那他終於有一天, 就在街上遇到老師了, 他回來, 不如你回來問一下校長吧, 那這個女女呢, 走來跟我聊天, 他說呢, 我不覺得我媽媽愛我, 我不覺得我媽媽關心我, 我媽媽只是說, 喂, 你今次回去選什麼科啊? 和你的工作, 將來工作有沒有關係啊? 即是不斷不斷地去問他, 但是沒有想過呢, 他的喜好是什麼? 那我就問他了, 你有沒有坦誠跟你媽媽說啊, 你覺得他不關心你, 他不愛你, 但問題是, 他不斷地問你, 喂, 究竟你選什麼科, 但是為什麼你會感覺到他不關心你呢? 這樣, 他只不過關心我出來, 選擇這個科, 找不找到吃呢? 因為他很比較呢, 就是某某, 就是表姐啊, 讀那些航空事業啊, 又或者是讀一些專科那些啊, 但是, 他沒有想到我的感受了, 那所以我那天跟他聊天的時候, 我說, 首先要你, 完成這個中學的階段裡面, 你兩文三語, 必須要成功過關, 你做什麼行業都好, 最得限到這兩文三語呢, 你能夠是專科, 或者是你中英數呢, 你要可以達標, 而跟你那個關愛呢, 很重要的就是說, 媽媽關心你, 同樣你都要關心媽媽, 為什麼他們會覺得你選這一科不對呢? 這樣, 那你就要給予此作為一個溝通, 那所以我覺得, 這個關愛呢, 在我自己的座美裡面呢, 就是我是很重要的, 因為我要關愛我自己的老師, 關愛我自己, 我自己的學生, 關愛我自己的家長, 總之, 和我這個工作部門有關係的, 我都要提出這個重要的訊息, 給到我的服務使用者。 另外呢, 就有一個很重要的就是這個情, 在我自己裡面, 真是幼教, 我工作了40年, 其實在這個情操上面呢, 其實有很多的生活上面呢, 都和你們都一樣的, 一樣有喜, 一樣有勞, 一樣有愛, 一樣有憎, 一樣有哀, 一樣有懼, 那為什麼會和那個情是有關係呢? 因為很多時候呢, 我們遇到工作上面呢, 真的會有時候是遇到一些, 就是不開心的事情, 又或者是同學之間, 或者是同同事之間, 有時候在這個工作的指標上面, 未必是達到大家的時候呢, 很可能有一些真是不開心, 或者是生氣, 或者他說的話呢, 令到你不喜歡的時候呢, 你就會否認識他, 又或者你是要和那個同學, 因為現在你們是中學生, 很多時候都會有一些project去做的時候, 是你有每個同學裡面, 可能老師分派到不同的小組的時候, 有時候都會經歷了和別人合作的時候, 都會出現有一些喜怒哀樂, 甚至乎他給一個範疇你, 你不是很喜歡的時候, 你又不敢去講的情況之下, 就會遇到一些很擔心, 或者是很不喜歡這個部分, 那麼在我自己作為工作上面, 我一樣會遇到, 就是說有時候, 我們工作行政裡面呢, 很多突發的事情, 好像今次整個政策裡面都有關係, 就是我們在一個新常態之下, 我都不能夠面對著大家, 我都是透過一些視像, 去跟大家分享我過去的工作, 但是現在你們作為學生, 你也都不能夠親自地去, 天天可以見到老師, 也都是用視像這樣, 去來和老師去交往, 那很多時候呢, 在這個情操上面呢, 有時候和家人都有一些爭議性的, 就是說原來你們的工作, 很多時候都要用WhatsApp去進行, 但可能爸爸媽媽不理解的時候, 你不停是拿著電話, 我不知道你做過什麼, 你什麼時候交功課, 什麼時候做什麼, 但他不知道現在呢, 我們新一代的那些呢, 一路可以聽著音樂, 一路可以用電腦, 一路可以用手機, 我們都做到事情的, 因為可能我現在跟你說一些有關的事情, 可能我後面已經是打著一些字, 要去做一些工作, 那手眼協調並用呢, 我們現在, 尤其你年輕人, 更加容易一些, 我都是一百年多了, 我已經做了媽媽了, 那我都要學習我自己, 那所以有時候, 情操上面呢, 都會影響著我, 很可能, 我先生說, 你還對著電腦? 快要吃飯了, 但是我做了一點工作才完成的話呢, 那我就想盡量做完它, 同樣同學, 你們都會遇到這個問題, 但我們要開心見誠說, 是我們遇到工作的情況, 或者任何一個工作, 或者學校, 讀書的時候, 我們都會看一看, 咦? 我們都會留意著這個情操呢, 不要影響到我們的選擇, 甚至乎, 我們和家人的破壞, 一些關係, 那所以這個呢, 其中一個餅呢, 我就希望, 在我們作為教學態度裡面, 其實都是非常非常之重要的, 是, 那好了, 而, 真情, 實意, 我覺得這一點呢, 是非常之, 在意志心靈上面呢, 我想大家如果是有一些, 宗教信仰可能對你來說, 都是有一些的意思, 但是在我們作為幼兒教的工作上面, 真情, 實意呢, 是代表了我們真是喜歡這個行業, 真是很知道這個行業, 是我作為一個終身的事業, 等於周校長一件事, 我十七歲入行, 到我今天六十幾歲, 那我仍然是很喜歡我這個工作, 到我退而不休一樣, 就是我讓我的經驗, 我可以分享給我自己, 有些的學生, 分享給我們的老師, 我希望這件事可以能夠是, 真心真意這樣, 去用我過往的經驗, 是告訴大家, 你選擇這個行業, 你自己喜歡的, 那你自然有你自己那個, 意志心靈呢, 去克服它, 那我這個不是做的, 實在是, 你喜歡這個幼兒教育, 是從心裏面的出發的, 是我真是很喜歡我的學生, 甚至乎我每天裏面, 我回到學校, 我很滿意, 我很早上班, 我好夜放工, 那當然我要做好一個時間管理, 我一會兒都會, 去分享我的時間管理, 去令到我在這個工作上裏面, 就是四十幾年來的工作裏面, 我自己感覺都是很腐足的, 到這個真, 這班年輕的老師, 你們未來的幼師, 你們是一個十多歲的年輕人, 大家的心都是很純真, 包括我自己在內, 我都不會虛假, 我真是喜歡這個行業, 還有真, 還有一個叫認真, 認真是一種態度, 還有一種堅持, 這個堅持, 才會有進步, 只要堅持, 成功的大媒, 就是為你們移開, 所以這個真, 我希望能夠是幫到你們, 要選擇這個工作的情況之下, 你真是用你自己, 真是初出茅廬的心情, 我怎樣能夠去認真去對待, 我的工作, 甚至乎讀書, 堅持很重要, 當你要選擇這個工作的時候, 堅持, 你就自然有進步, 當我選擇這個工作, 選擇這個科來讀的時候, 有時都會有時, 究竟我有沒有選擇錯, 這樣就好了, 以下下來, 當你初任一個教師, 常遇到一個挑戰, 你看一下你有沒有選擇錯, 那你就看看, 初任又是, 常遇到一個挑戰, 這雙腳是我孫的, 那我覺得他學走路的時候, 第一步踏出, 等於現在的同學一樣, 當我踏出第一步的時候, 我克服這七個挑戰, 我就會成功邁向更多的一步, 和小朋友一樣, 當他走出第一步的時候, 學到走到第一步的時候, 他就有很有興趣裏面, 繼續走, 所以, 作為小朋友, 你是第一個老師的時候, 你要去克服這個困難的話, 你就遇到這七個挑戰, 你會不會問一下自己, 當我進入這個幼甲的行業的時候, 我會不會感覺到孤獨? 或者會被人隔離? 不論你做行政工作好, 做老師好, 你進入這個學校的場所裏面, 你都是戰戰敬敬, 因為你個個都不懂, 還有你從大學派你進入幼稚園裏面, 個個都能夠講故事, 個個都能懂得唱歌, 個個十幾個小朋友圍著老師, 老師完全在課室館裡掌握了, 但我進入的時候, 尤其我初任老師的話, 我究竟可不可以融入你這個環境上? 我的心態會不會很擔心, 很孤獨, 或者你好像不太懂事, 可能會被隔離? 這個挑戰呢, 你看一下如何克服它。 另外呢, 會不會害怕能力會受質疑? 因為如果你自己裝備不好, 進入學校的時候, 可能學校老師要你, 尤其導師要你準備一些教案, 講故事這麼簡單, 你選擇哪個故事是能夠吸引的小朋友。 我記得很多年前, 有一個已經為人的媽媽, 她進來學校做實習, 希望日後可以做老師。 她已經結婚了, 她也是有兩個小朋友。 當她準備要教一個兩歲班的小朋友的故事, 她拿了一本圖書, 應該大概是A5的一本圖書。 這麼小的圖書, 這麼小的圖書。 她選擇了一本圖書的名字, 我應該沒有記錯很多年前的, 選擇了一個杜草人。 我問她, 因為她們一定要拿她的教案出來給學校的老師, 或者是資深的老師去看。 我問了她, 為什麼你要教這本圖書? 這本大約這麼小的圖書, 可能是放在銀包, 或者放在書包裡面很輕巧。 她說, 沒有啊, 我打算這本圖小小的圖書, 我跟兩歲班講故事, 因為很容易帶出來。 她就有些很擔心, 她的能力可能受質疑, 但是回頭我就很鼓勵她, 為什麼你要選這本《杜草人》呢? 她就覺得是方便她的, 沒有想過那個內容是不是適合那個小朋友。 所以我回頭問問, 你在哪個時間有機會見到杜草人? 尤其是兩歲班的小朋友, 你覺得這本書是否能夠有同感呢? 校長只問了你的問題。 她就看著我, 不是啊, 也有機會見到杜草人的。 我就問她在哪裡見到啊? 她說帶小朋友去公園, 或者去農場就看到了。 如果我們作為兩歲班的小朋友, 她有沒有很多機會去, 爸爸媽媽帶她去農場呢? 所以呢, 這一個, 其中第二個挑戰呢, 就是說, 你能不能夠, 被人去問你的時候, 你去答那個答案, 可能你們很害怕, 受到她的質疑。 那麼這個, 要選擇一些教案的時候, 或者教具的時候, 你們就要想一想, 究竟這個年齡層是否正確呢? 會不會達到家長, 或者是其他的老師會對你呢? 所以這個要考慮這個挑戰。 好了, 定定一些優次出現的問題了。 有很多時候, 我們呢, 工作都是這樣的。 有很多時候, 有些同事都說, 周校長, 你又要顧著學校啦, 有這麼多學生啦, 那一來我自己有家庭啦, 又有弟弟哥讀書啦, 那家裡還有老人家啦, 那這樣。 那好了, 還有一個協會啦, 那你怎麼去選擇你的工作時段呢? 那當然呢, 我要去堅持我的工作資源呢, 我會擺我自己的工作時間呢, 我都是很優先, 還有我很早起床, 我五點鐘起床呢, 我就安排了我弟弟哥的早餐啦, 甚至乎他很小的時候, 吃粥仔, 我都準備好了。 那然後我就交給我家裡的老人家, 再加上我有個姐姐啊, 那樣去幫忙。 那但是我又很早起床, 然後跟著我就上班, 跟著就下班之後, 要準備很多東西。 那個定定的優次時間, 我要是做得很拿捏, 還有我很喜歡用本寶呢, 寫下我今天要準備的功夫。 或者同學你可以寫下, 你們準備, 今次回去學校要做些什麼工作。 那好好呢, 記錄一下, 因為很多時候我們都用checklist去做, 哎呀, 我今天做了這件事沒有? 等於我購物清單一樣, 可不可以能夠把這個購物清單, 是放在你們的工作優次出現呢? 還有出現了有什麼問題的時候, 我可不可以即時可以解決得到呢? 那這個方便我做記錄, 還有方便了我自己, 今天的工作裏面的優次。 那所以這個其中一個挑戰呢, 在我們同學要選擇你的科目, 或者甚至乎選擇你的工作, 甚至乎你選擇你今天入學校裏面做的工作, 都是有一些很好的提醒自己。 那另外呢, 就對於, 我為什麼今天都會講其中一個挑戰呢? 是對保密的限制呢? 有很多時候我們跟別人的工作的話呢, 有時候呢, 我們講的那樣東西, 未必是跟他關係到, 但是人家走過, 只可以片段地聽到你有一些東西的時候, 未必是真實的。 但是所以我覺得這個保密, 尤其是弟弟的那個家庭的複雜性呢, 現在是有增長了的。 那所以呢, 我們作為一個教師, 甚至乎我們入到學校裏面呢, 我們是遇到很多的小朋友, 出現一些情緒問題, 甚至乎有些學校裏面, 他收一些有特殊需要的小朋友, 甚至乎有些是少數著弱的小朋友, 未必他是中文講得好, 有時候他用英文, 或者用他的髒語。 我們很多時候呢, 我們都會不太明白他說什麼的時候, 我們有時候閒談的時候呢, 尤其我都提醒老師, 你們在小聚的時候, 少一些去說, 一些小朋友, 哎呀,今天說那些語調, 我真的不太明白, 他會說到這樣。 那小朋友聽了之後, 以為你是取笑他。 那其他的老師可能就, 為什麼你會說這個小朋友說這個話。 那所以你的保密限制呢, 你去到哪裏都好, 甚至乎你是要去到, 你的工作長了, 或者甚至乎同學之間, 他會說一些小秘密給你聽的時候, 那你對這件事是否能夠, 可以克服得到呢? 是吧? 那所以這個我希望呢, 都和你們將來, 在入職工作, 或者甚至乎選擇工作裏面, 這七個挑戰, 這第四個挑戰呢, 我覺得都是很重要。 好了, 處理教學前的準備, 尤其是尋找軟件的途徑問題, 這個我特地今天都拿這個題目出來講的原因, 因為在這個新常態之下, 很多時候我們不能夠去面授課的時候, 我們要去尋找一些去學習的那些, 可以說是資料性, 甚至乎我們要根據某某學者要講的東西, 那我給了這個網子, 都希望能夠幫到大家, 因為這個是教育城裏面, 就是老師可以做得Copy and Write, 可以用的, 但是有些軟件我們不可能用的, 因為是版權是屬於別人出版社的時候, 我希望同學也都是在你們作為準老師, 甚至乎將來是一個老師的時候, 按照這件事, 知識產權的條例, 你們一定要是很好的裝備自己, 還有呢, 也都在大學裏面, 我想都有要求, 最大限度你們去尋找軟件都有這個途徑, 甚至乎你們寫過出處, 都要是很清楚去記錄, 究竟你這段說話, 你這個文献是來自哪裡的話, 我覺得這個是很重要的, 我想希望這個七個挑戰裡面, 其中呢, 我今天講的這七個挑戰, 我希望呢, 都是給大家有一些的, 就是喚醒大家對於一些, 知識產權裡面的資料性搜集的時候, 有一個處理的方法, 另外, 操守和道德的責任的承擔呢, 我覺得作為一個, 任何一個人, 就算你是學生好, 同學好, 老師好, 那我, 你不能夠說三道四做, 尤其我們要面對一些, 學生的家境, 不是太理想的時候, 現在多了一些, 學校的家庭的複雜性, 那我自己都是遇到一些, 譬如, 弟弟哥, 爸爸媽媽, 因為他的婚姻問題出現了, 就或者, 示範一方是離棄了弟弟哥, 是交給一些長者, 甚至乎去了寄養家庭啊, 他要出去, 去不是爸爸媽媽住的時候, 我們那個操守的道德責任呢, 他來到學校呢, 我們無論他是什麼都好, 我都是有教無慮的, 那我希望呢, 就是這一方面呢, 我希望大家要是有一個好好的承擔, 和在一個幼教文化的歷史上面的掌握呢, 你們今天好好了, 因為是我們很多年前, 我是九二、九三可以爭取個免費幼時教育, 優質教育15年免費的時候, 我覺得這個是優質教育的幼兒權利來的, 那當時政府也都不會有一些錢, 是給幼兒教育的, 通常都是自負營歸, 當時在我們在2014年之前, 都仍然用學卷的, 幼師前景很坎坷, 真是當年, 但是今天今天的幼師相當不錯, 你們那個進修階梯是多了很多的, 不同的學院都可以, 還有你們在那個選擇幼兒教育上面, 你們那個渠道是很豐富的, 所以專業提升的話, 在你們年輕一輩的話, 是好很多的, 當年周校長讀完這個幼兒教育的證書, 然後讀完high deep, 到我真真正正要成為一個校長的時候, 不行了, 你那些high deep不認的, 然後又重新讀完師醫, 師醫又要讀學位, 然後去晉升到讀石士課程, 那這些全部我們走過的路, 我不希望你們這班的同學, 再是重複促辭, 所以我們去爭取這個免費幼兒教, 希望能夠在這個專業上面提升, 還有能夠是真的, 政府是認可過有師的學位, 那現在大部分的老師, 就是比例上面都四分三是有學位的教師, 還有政府也很多時候忽略, 就是資助長存日際, 我們都是關顧自己的家庭的支援, 是公平對待, 似乎有效果好很多, 這些是我當年裡面, 又現在去爭取的, 這些我帶著家長和小孩去, 是不同的訊息, 我都可以讓大家都明白, 我們走過的路, 你們都可能, 即是說, 原來我們之前經歷的工作, 和你們都是有關係的, 那這首歌呢, 可能今天沒什麼時間播給你們看, 但是, 讓我閃耀,讓我閃耀, 讓我發出光輝, 將世界照, 培育幽妙, 培育幽妙, 培育幽小天, 天進步實在妙, 那這首歌呢, 其實是很好聽的, 還有這首歌也是讓我作為一個幼師, 我很光榮的, 因為能夠是把我的小天使呢, 是閃閃發光, 令到我這個人生裡面, 是很充滿希望, 還有還有一樣呢, 就是說, 整個世界呢, 都是添歡笑, 我們做優兒教育, 作為一個老師呢, 我是忘記了我年齡的, 忘記了我自己的工作, 原來是做一個教師, 我是跟他們同齊同步, 等於跟我們的老師一樣, 我一樣跟他們一起唱歌跳舞講故事, 周校長講故事都有一首, 有機會都跟你們分享一下, 繪本的閱讀, 那另外呢, 我自己希望呢, 這八個字, 是送給大家, 優質的教育, 必須重心出發, 那這個也是我在右面, 我就希望送給大家, 我們都是用重心出發, 好嗎? 今天我要講的東西呢, 就到此為止, 我不知道交給主持人了, 是,OK, 是,好, 多謝周校長, 很豐富的分享, 一路走過來, 原來發現做老師, 其實都有很多不同的挑戰, 這樣, 那由以前從前, 可能學歷要求, 到今時今日, 可能就提升了, 又要教師學位化, 那所以, 其實我們如果想加入老師, 幼師的行列, 其實現在的出路是會多過以前很多的, 那看一下現場觀眾, 有沒有想發問一下, 那如果有的話, 都歡迎大家在聊天室裏面, 就打出你的問題, 那我們就會, 將那些問題, 現在現場讀出, 請周校長回應一下, 好, 說這麼快就已經有了, 先說一說那條問題, 都是一些熱題來的, 近年新聞就說, 有個五歲的小朋友被虐待致死的一案, 就開庭了, 那小朋友呢, 就生前的班主任作供的時候, 表示當時呢, 其實都留意到小妹妹身上都有些傷痕的, 也都有做過一些報告記錄, 可惜呢, 那個小朋友呢, 都安排了退學了, 就是家長跟他退學了, 那班主任呢, 都欲救無從啦, 那想請教一下, 周校長作為一個教師的話, 如果遇到呢, 小朋友, 他這班的小朋友被虐待啦, 但是家長不太合作, 那老師應該可以怎樣介入呢? 是啊, 我這些經歷呢, 我都試過的, 是, 那當年呢, 也都有家長呢, 對小朋友這樣, 有一些動操的行為, 但是呢, 我都鼓勵老師要第一時間通知了校長先啦, 這樣, 跟手之後, 我覺得老師好好的, 因為你第一個把關, 不要怕麻煩, 等於跟剛才我一樣說, 你那個專業操作很重要, 第一個把關是你的時候, 遇到這個問題, 你第一時間跟校長說啦, 那我就會約見那個家長啦, 那個家長來到的時候, 他不高興啊, 因為他覺得, 我爸爸媽媽都不可以管我怎樣教兒子, 你不可以管我, 但是我告訴他, 我不是管你, 而是我愛惜我的小朋友, 所以那個真是很重要的, 那個, 對小朋友的情操很重要, 我說我是愛你的小朋友, 因為我發現到他有, 那個伯母子印的時候, 我很心痛啊, 當時, 我說我看到他的時候, 我很心痛, 我很擔心他耳朵受傷, 因為震動了大哥曾經, 我以後聽不到, 我說爸爸, 我知道你可能當日是, 不過, 我希望, 不要再有發生, 我說就算你現在告訴我, 不可以管你, 但是我要保護我的小朋友的時候, 我說我這次呢, 我跟你親自聊天, 但如果你再有下次的話呢, 我就會交給警方處理, 我不為他強權, 但是我說我要保護我的小朋友, 為我出發點, 所以如果作為老師, 遇到這樣的現況的時候, 我們不妨, 雖然他說退學的時候, 我都希望管理層都要去關心一下, 就是這個小朋友啊, 甚至乎多打幾個電話, 甚至乎有駐校社工的話, 不妨去找主校社工去探討他啊, 我們都做出一些這樣的行動啊, 我們不會告訴那個家長, 我就是去到他家, 敲門去找他啊, 就是如果我, 我當時是他的校長的話呢, 所以我們作為教師呢, 我們那個專業操守很重要, 還有有時候都, 都不要怕麻煩啊, 多打一個電話, 多一個關心呢, 其實是很重要的, 可能就會救回這個小朋友的性命, 是, 近來大家都很關注啊, 那又有同學就在那裏, 在那裏問啦, 就說, 他都很想加入幼師這個行列啊, 他說, 如果讀高級文憑的話, 和讀學位的入職會不會有些不同? 會不會讀完高級, 會不會沒有那麼受歡迎, 即是沒有那麼受這個幼稚園的校長歡迎呢? 那又不會的啊, 最重要, 現在都是純粹漸進啦, 當你完成了那個高級文憑之後呢, 那你可能, 即是入下行啦, 真的, 是不是真的自己喜歡這個工作呢? 那所以, 現在你的選擇比較多了, 那也都是日間可以讀, 或者是晚間可以讀啦, 那可能, 即是如果看回你的家庭的經濟, 是容許你讀完學位的話呢, 那可能你優越的條件啦, 因為校長都說, 如果你既然是很有心理一行, 連學位都讀完的時候, 然後, 或者他在幼教的歷程上面, 我都想聽多些, 不是一定是讀完學位, 他是優成, 反而他能夠說出他怎樣去對小弟哥, 他對於幼教的熱誠, 反而我覺得這件事呢, 我們作為校長呢, 會看重多些啦。 嗯, 好, 多謝周校長很豐富的分享啦, 以及都剛剛回應了觀眾的提問啦, 那我們時間又差不多啦, 那我們都非常感謝周校長的到來啦, 但現場所有的觀眾都不要走開啦, 因為接下來我們兩點半呢, 還會繼續接著是我們 幼兒及基礎教育部的校友分享啦, 就有多些呢, 在這裏讀書裏面的經驗啦, 和出來找工作的時候的分享的, 那樣我們可以繼續稍微休息一下, 去下我們的BOOF那裏看看課程的, 那我們這一個的講座就來到這裏啦, 多謝周校長, 多謝各位觀眾, , 我們看大家看, 今天我們要看一下, 來給大家聽說, 你們 sneak來看, 你們看那邊, 可以有什麼事情嗎? 聽說, 是有什麼事情, 不是有什麼事情嗎,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